電子後照鏡 超級高科技 三個字 高級感 Aldi e-tron Sportsback 554 老實說不瞞您說 我過去很排斥電動車 我連其他廠牌電動車都沒有開過 但今天試了這一台 那我對Aldi的電動車驚為天人 完全不一樣 而Aldi它的e-tron Sportsback 總共有兩個車型編程 而今天我們測試這台則是 比較高規的554的車型 首先外觀看到的是 它是S-Line標準的外觀 因此這個水箱護照 非常有殺氣 果然是S-Line的跑格 當然電動車它不太需要太多的水箱散熱 因此它這邊是封閉了 來幫助風阻減少耗電 但裡面還有自動開啟的 Air Intake來冷卻兩邊的煞車 當然這台車最關鍵的是 它還選配了數位 matrix矩陣式的頭燈 哇這個頭燈非常厲害 不然你上車以及下車的時候 各自可以個人化設定 十段的頭影 感覺很像放電影的感覺 超酷的頭燈 但是這個是選配的 Audi對於Sport spec的車型設計 真的是非常的老道 所以4.9公尺的車身 看起來一點都不臃腫 一點都不嫌太長 電動車誰說一定要把旁邊全部遮起來 讓它看起來就一副電動車樣了 這台車S-Line就是有跑格 但它還搭配了原廠的所謂的運動化的懸吊 這台試乘車更選配這個非常酷的 數位的電動後視鏡 它減少了車寬15公分 而且它還可以減低風阻 幫助省電 平常開車旁邊被機車這樣撞到 歪掉了 撞到這樣子歪掉了 都只需要換外殼就好了 所以它沒有設計成手動的 主要是降低耗損的成本 手折比較省啊 後面車尾大大的字樣寫著 Eatron 告訴你它就是奧迪最新的電動車的科技 誰說電動車內裝 就一定要那麼的電動車 那麼的油電車呢 奧迪這台車就告訴我們 電動車也可以這麼的豪華 這麼的高質感 舉目所及竟然有五個螢幕 發握的中間 儀表板 MMA的多媒體 下面的手寫觸控板 還有那邊 後照鏡 電子後照鏡 這一邊另外有個電子後照鏡 超級高科技 奧迪高科技的火力展現 都要在這台車上面 原本後照鏡的位置在它邊 但現在取代的是 多功能的攝影鏡頭 它現在的螢幕呢 則出現在門板這一邊 而它調整方式也非常特別 只要點選螢幕 就可以調整這一邊 另外那頭呢 同樣是可以電子調整 通常我們會身體移動 然後視線移動 後照鏡的視線也會跟著移動 但這個車電子不會這樣子 所以我要請您多做熟悉 中間這個12.3吋的儀表板呢 一樣是奧迪三大模式可以切換 我個人最喜歡的是這個標準的 e-tron模式 也是這台電動車獨有的模式 中間這個呢 則是奧迪車主非常熟悉的 MMI多媒體系統 12.3吋的 而其中呢 跟車輛續航力有關的呢 包含了這個充電與效率 哇 螢幕了然啦 這個可以說是比傳統的油亮表還要清楚 當你今天的動能回收 想要用自動或是手動調整的話 可以透過方向盤後面這兩個 假換檔撥片 我稱呼它的假換檔撥片 因為電動車沒有換檔撥片啊 這兩個呢 則是調整你的動能回收它的模式 當然這台車呢 標配的是S-Line的套件 但是這個方向盤看起來有點像這個A8高級車 不是那麼有跑格 但握感也是非常的好 旁邊這個銀色的開關 往前搬就是倒檔 往後搬就是前進檔 按P檔就是停車檔 非常非常的簡單 無線手機充電 夾著就能充電了 隱藏式的置杯架 那中央扶手打開 裡面的置物空間呢不算太大 放個充電線也就差不多了 因為這台車呢 它雖然說有無線的Apple CarPlay 但是呢Android Auto 請您接線喔 坐進這一台呢 Audi E-tron Sports Pack 554 的後座 還有頭頂空間 雖然比起了標準版的SUV呢 低了20公分 但我坐起來完全沒有問題 而且前面的腿部空間也完全沒有的問題 但科技的展現 還有它後面的恒溫空調觸控的面板 非常明顯 非常高科技 下方這邊呢則是有個12伏特的充電的插座 但是旁邊這兩個Type-C的插座 是包含在電子後視鏡的選配裡面的喔 如果後座做三個人的話呢 因為呢 它是所謂的電動馬達驅動 所以你看它幾乎是全國領事的 非常非常的好用 而這台車呢 它後面的置物空間 雖然受限於Sports Pack 比較斜的車尾 所以它置物這個行李箱的高度 不能夠太高之外 可以說是十分的方正 它容量達到了615公升 而我覺得最厲害的是電動車馬 所以在下面 第二層的置物空間 超級深 你看 簡直可以呢 它的深度跟我一隻手一樣 這麼樣的深 超級棒的 但我覺得有個問題是呢 它旁邊這邊 沒有後座的一鍵傾倒 前面一般 就可以傾倒了 如果說呢 它後面有一鍵傾倒功能的話呢 這台車後面的置物空間會更有的 如果覺得後頭置物空間不夠 沒關係 這台車電動車嘛 前面還有一個這麼樣的小小的置物空間 總共是呢 60公升 只不過這個大小 我看 放這個原廠的 AC充電插頭剛剛好 大概擺不了其他東西了 但至少多了這個置物空間 還不錯 不是引擎車 前面就是多了它 現在我們實際來把這台 奧迪E-Tron Sportsback 554開上路 在都會裡面行車 我覺得它 在第一段的動能回收的感覺 其實真的 就像奧迪原廠講的 可以讓你從汽油車 無縫接軌到電動車 比如說全速加油的時候 稍微輕彩 它有點像是變速箱 KIT DOWN的感覺 有點像是渦輪增壓車 突然間往前走的感覺 408匹 67.8公斤的鳥力 2.6噸的車身 它0到100 事實上也只要5.7秒 但它極速呢 控制帶了200公里 而且這台車呢 重踩油門 它的油門到底也會有一種 像傳統那種汽油車的那種 變速箱KIT DOWN的一個踏板 扣住之後呢 全力加速 它還是非常有那種 電動車那種強烈的加速感 慢速轉彎這樣過來巷弄裡面 其實你還是很可以感覺到 它那種2.6噸車重的那種 左右那種 重心偏移的感覺 還是非常明顯的 這台車在市區裡面的行路感 真的不像過去我所開過的電動車那種感覺 這台車就完完全全就是有那種 市區裡面 Aldi超級安靜的寧靜度 而且也不會有那種 電動車沒有的引擎噪音 導致車廂裡面 輪胎噪音都傳進來的問題 而且這個內裝也是一樣超質感 它不像是一台電動車 而是一台非常高級的一台 更安靜的Aldi豪華休旅車 Sport spec 非常好用 非常好用 高級感三個字 高級感 開這台電動車呢 大家最關心當然是充電的問題 這個Aldi充電到底方不方便 現在全台灣已經有八個他們的旗艦中心 都有像這樣子的充電站的配備 年底之前會變成10座 這個地方按鍵按下去 它充電閥門會自動的打開 當然你也可以選配另外一頭的充電座 但是這一頭有DC 那一頭可是沒有的 因為它是所謂的急速充電站 所以這個插頭小心 這個閥門要特別打開 它是三孔式的 這樣插進去 聽到 扣一聲 表示就可以開始充電了 車子跟充電站本身的 進行電腦方面的溝通 但這一台Aldi e-tron Sport spec 554 充電30分鐘 在這個急速充電站 就可以達到80%的電力 充電10分鐘 就可以續航115公里 非常方便 但我們下一集 除了幫您介紹這個車 到底充電快不快之外 我們就要幫您真正的來撞遊北海岸 要來看一下這一台 Aldi e-tron Sport spec 554 會不會有里程的焦慮 北海岸一圈100多公里 等我們下一集試給你看 不用怕里程焦慮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